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隨著中共招募西方飛行員陪訓供軍一事發孝 加拿大國防部10月27日對大紀元表示 致力於維護國家安全正在跟其他聯邦部門合作 展開進一步調查 加拿大國防部表示 信息安全法適用於現役和退役的加拿大軍人 不遵守該法案的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加拿大國防部還表示 作為一個維護民主原則和法治的機構 我們信任並期望現役和退役的加拿大軍人 遵守我們的價值觀 任何可能損害加拿大國家利益的行為 都是違反這種信任 將會得到適當的處理 根據該法案被判犯有可公訴罪行的人 可能會被監禁長達14年 那些可以按簡易程序定罪的人 可能會被判處最高一年的監禁 和最高2,000美元的罰款 美國國防部10月28日告訴大紀元 我們正在採取果斷措施 阻止中共企圖列部現役和退役的英國軍隊飛行員 在中國培訓中共軍人的招募計劃 所有軍人已經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約束 同時我們正在考慮使用國防部的保密合同 和保密協議 此外新的國家安全法 將會創建更多的工具來應對當代安全挑戰 包括目前這一項挑戰 英國國防部表示 可能有多達30名前英國軍事飛行員 目前正在中國提供培訓 並且已經接觸了很多其他人 包括目前正在服役的英國人員 用以支持中共國有國防工業公司和研究機構 另據法國媒體報導 中共也在理由法國退役飛行員 以訓練中共軍隊如何在航空母艦上起降飛機 並學習北約的空軍戰略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的 前任行動主任卡爾·舒斯特 告訴《大紀元》 是美國未經政府許可 人們不得為外國政府工作 那些付中國賺錢的英法飛行員 這樣做是不明智的 也會使中共軍力快速地發展 中共軍力的快速成長 已經擁有航空母艦的戰隊 野心勃勃地想要挑戰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地位 也常常叫囂武力攻佔台灣 據中國軍事雜誌《兵工科技》的報導 中共軍隊未來十年間 需培養新增的100至150名海軍飛行員 以搭配新加入的航艦艦隊 但仍面臨很多難題 中共將招募之手伸向法國的原因是 法國飛行員掌握在航艦上彈射式起飛和降落的精細技巧 中共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號裝備有電池起飛彈射器 這個技術只有美國正在使用 法國也即將採用 而英國自80年代起 就改用垂直起飛的 聶英式攻擊機 舒斯特表示 在航母上起飛和著陸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要快速完成就更具挑戰性了 因此招募西方飛行員 確實可以幫助中共加快其航母航空培訓計劃 2012年中共官媒宣稱 中共軍方已成功將一架簽15戰鬥機 降落在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上 如果屬實舒斯特推測 中共應該在2010年 就已經開始招募外國飛行員為自己培訓了 但舒斯特表示 更單純培訓艦載機起飛和降落的技能相比 他更擔心西方飛行員 為中共進行空對空作戰戰術方面的訓練 我們如何進行戰鬥 我們的策略和程序是什麼 這不是單單是學習如何在航母上起飛和降落 它是關於學習航母飛行員所需的各種戰鬥技能 舒斯特認為 西方國家如果允許自己的飛行員 去培訓中共的飛行員是不明智的 這個好像在戰鬥之前 將一枝棍交給你的敵人 我能理解飛行員想要錢 但我認為 任何一個愛國的飛行員 都不會因為任何理由而這樣做 舒斯特表示 中共招募西方飛行員是竊取了法國和英國飛行員的戰鬥經驗 英法曾參與1990年的海灣戰爭 沙漠盾牌風暴行動 舒斯特說 當你觀察他們接近戰術目標的方式時 是如何穿透防空系統 他們在攻擊中起飛之後會怎樣做 這些是戰爭中可以確保飛行員生存的重要策略 所以我認為這是中共招募他們的原因 舒斯特認為 這個西方幫助中共成為西方威脅的有一個例子 僅是幫助自己的敵人 我認為其後果是 在他們擔心中共侵略南海或侵略台灣的潛力時 允許自己的飛行員去訓練中共空軍 使中共獲得可以用來打敗自己或打敗台灣的戰術 如果這不是犯罪 就應該被列為犯罪 英國武裝部隊同推伍軍人事務大臣 尖武斯海皮對《天空新聞》表示 我們將會制定法律 一旦人們收到警告 而繼續培訓中共軍隊 將會是違法的行為 中共是一個競爭對手 它在全球很多地方威脅著英國的利益 舒斯特對《大紀元》表示 如果英國和法國的法律 允許本國飛行員培訓中共軍隊 他們應該修改自己的法律 將這種行為列為非法 美國、法國和英國應該調查這件事 看看已經持續了有多久的時間 據《每日郵報》報道 中共利用南非一所私人飛行學院 作為中間人招募飛行員 因為中共和英國空軍快速噴氣式飛機飛行員的 任何直接接觸都會被安全部門攔截 這間學院是位於西開普省 奧茨胡恩機場的南非測試飛行學院 據《老頭社》報道 10月21日曾經在中國工作的前美軍飛行員 兼飛行教官丹尼以埃德蒙杜根在澳洲被捕 澳洲警方是根據美國的要求已進行逮捕 並即將啟動正式的引渡程序 以上節目內容 和崔才智大紀元記者江峰的採訪報道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